1980年代是香港輝煌的時代 經濟發展蓬勃 人們的生活水平逐漸提升 人口急劇增加 政府大力發展新市鎮 屯門區的三聖村、友愛村、智樂花園、湖景村等相繼落成 屯門人口急增 引致小學學位供不應求 當年立法會成員 新界鄉議局主席 劉王發GBSOBEJP太平紳士 以其夫人名義慷慨捐獻巨額款項 於1984年 在屯門安定村創立人愛堂劉王發夫人小學 舒緩當年屯門區居民對小學學位的需求 時至今日 劉小內外都有多番便更 2017年到任的吳瑞倫校監 經常為學校事務出心出力 為學生爭取機會增廣見聞 讓學生從活動、經驗中學習 童年劉小偉校長導任後 致力完善校內設備 帶領劉小的學生衝上雲宵 展開新的一頁 讓他們在成長路上得到全面的發展 發掘自己的長處 人愛堂劉王發夫人小學 一直秉承康老扶幼、輕學育才的宗旨 注重學生 德、智、體、群、美、五育的均衡發展 以培育社會人才為己任 學校以人愛成勤為校訓 希望學生可以本注人愛之心 真誠待人、勤奮克苦 將來服務社會造福人群